后边还有几场比赛 比赛马上开始 好 各位网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 腾讯视频 共同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 中超联赛第19轮 争冠组山东泰山对阵河北队的比赛 山东泰山 今天比赛 只要战胜河北队 就将提前获得本赛季的中超军军 先看这个球啊 传珠 经济到传珠季会来了 郭天宇 郭天宇 这个机会应该说 这防线确实年轻人存在问题 一打就穿了 左脚传出 省得直接打门了 这球相信还是想 看看机会 经济到找后点 传的有点大 还有 再给菲莱尼轻轻一蹭 哎呦 这是个好机会 这球好像越位了 越位了 再回到孙正浩这边 好球 机会来了 哎呦 这个球没打进 菲莱尼 先看这下又来了 传中机会 空门了 机会 哎呦 这个球还是打进了菲莱尼 20分钟 帮助球队 首开记录 这个球应该说 得来全部费功夫 没问题 传中 确实碰了一下 对 徐欣这下给的非常好 没错 没有让金星到这速度减下来 这个 手面出现了一个误判吧 是 这碰了一下呢 正好碰到了菲莱尼的脚下 判断到了这个传球的路线 那不是一个偶人 对 主要这个过程来看呢 跟海港打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哎 这球转的 有机会 非常好 看怎么选 哪能 直接打上 也就是这球菲莱尼看他 看他二点球 先看这球 胡天宇这个身体倒钩 倒钩 没有越位 好像没有越位 好球 漂亮 传起来 中路没上 好球 比零 啊再看这一下有没有越位啊 这个线画出来的很清晰了 那是越位了 没错 应该是因为刚才我们看 这个锦头那个线已经发出来了 这个主裁判都不用去看啊 视频裁判 已经 确实越位了 金锦道 挑身后 还有机会来 一个这个球啊 德尔加多没有打进 这个球 其实用脚也可以啊 感觉啊 这时候感觉用脚一个那种铲射 对啊 山东队啊 进了包抄的有四个人啊 是 但是外围好像没有人 没错 郭天宇这个体重 这个腰啊 倒地的时候 砸到腰的高的头部了 一坐过来可以射门了 看德尔加多 又选择了打门 他这个处理太不合理了 真的是 有机会啊 看看 这是河北队一直等着反击的机会 船中 选择这些大门 这个球有危险啊 冯刚 徐欣 后点 投球一顶 后球啊 二点还有 今天 今年 哎 你看见 咱们正说着来了 有机会来了 这门的机会 单道球了 哎呦 还有胡仁天 左脚 往来连续两次立功啊 就河北队这反击 有没有危险 也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是吧 是 打成这样 回坐 回来 进行到后点 这气功了 费来尼 1.2 终于 这个球没有问题 徐欣帮助球队 锁定了2比0的比分 这样的话 相对大家就踏实了 哎 坐的背账 好 进行到 费来尼这下肯定没有 费来尼肯定没有约位 不会 但是徐欣的位置 我们要看一下 费来尼肯定是后边插上 这个球还真是很难说啊 咱们再看一下 看看裁判有没有 就费来尼的位置 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徐欣的位置 我们要判断一下了 好 随着主裁办 刑期的一声哨响 山东泰山 最终2比0击败了河北队 毁当凌决顶 一览中山响 恭喜山东泰山 提前三轮锁定 2021赛季中超联赛冠军 逐游 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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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